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我们来关注昨天的一个 头版头的新闻报道 来龙去脉 我们等一下 我们立刻连线 这个台大医学系的教授 王明俊 王医师 我们来边说边聊 王医师你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应该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 王明俊王医师 王医师请教一下 我也了解这个事件 那我也看到你的脸书 新闻报道也有 就是说您基本上是支持 澳洲政府 把他们所收容的难民 他们如果有重症医疗的需要 然后转到我们台湾来医治 而且只有十多名 医疗的费用 也是由澳洲政府来负担 就这个整体计划 您是赞成的吗 是因为我看到了 这个媒体报道之后 其实在这个媒体报道的 脸书的粉丝专页下面 留言几乎95%以上 都在骂政府 但是其实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不是就是希望台湾人 能够是被世界认可吗 希望我们台湾人到世界各地去观光旅游 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善 希望我们的形象都是好的 都是大家觉得我们很棒的 尤其是我们的医疗水准 那所以呢 今天这个澳洲政府 他们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当然并不那么清楚 可是他们需要人家帮忙解决 他的困难的时候 导致我们 我们又有这个能力提供协助 为什么不能 所以这个今天其实有很多人说 这个台湾有很多边乡 你都没有去照顾 离岛没有去照顾 或者说是健保的钱都不够 怎么能够给别人用 但其实我想这个里面 也许就有一些媒体报道上面 不是那么的完整 造成的误会 其实这些钱 就是这个澳洲政府出的 这个想单而尔嘛 我们当然不可能 免费替他们做 那台湾呢 其实是因为有这样的医疗能力 真的要开心手术 真的要换膝盖关节 真的要治疗癌症 但诺鲁大概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就算可以做 大概澳洲政府收容了难民之后 那总是要给人家一些 比较好过得去的人道待遇嘛 对 在这个医疗水准上面 澳洲政府觉得把难民 他们自己不为什么不愿意照顾 是因为自己照顾之后呢 他们很担心难民就申请留下来了 留下来呢 送走也不对 不送走也不对 这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所以他们把难民 其实安置在这个诺鲁共和国这边 诺鲁这边呢 其实刚好脸书上有一位 这个也是医师朋友呢 他刚听诺鲁回来没多久 他就在脸书上面告诉我说呢 其实在诺鲁呢 就只有两个国家设有使馆 一个就是台湾 一个就是澳洲 对所以呢 等于说这个其实 在诺鲁台湾跟澳洲的这些使馆的朋友们 其实都非常熟了 那他们问啦 那在这边有的难民的收容场所里面 有人有重症 那拜托台湾你们帮忙他治疗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说回到我们澳洲去治疗 会引起很麻烦的政治问题 难民收容问题 居留问题 后面的法律问题 这个更难处理 那当然他们有他们国家内部本身的移民政策 批误政策 这个我们没办法评论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人道协助 对有重病那又没办法治 拜托你们台湾帮忙治一下 不管是癌症心脏病 重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医疗能力的一种肯定 那收费只要这个医院的院长说 OK这样的这个价码 这样的收费我们可以治疗 那也愿意这样做 我的理解里面 其实这也是一个宗教医院 在西部做这种事情 这是人道救援的一个好范例 台湾如果做这样的事情 做的多了 那大家都感谢 你们台湾还不错 虽然我跟你们没帮交 你们我们也被打压 那你们也被打压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是好朋友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吗 是王医师 就是说您刚才也点到了 就是说外交部 他们签的这个所谓的备忘录 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不能进入世卫组织 但您的意思也是同意 就是说慢慢做一点一滴的做 就会达到世卫 他们要求的全面健康覆盖的落实程度 或者是换取一个好的口碑 先做这个部分 不过王医师 当然您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看到网友 他们反而对这个新闻 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你也列出来就是说 有些人认为就 而且对这个新闻的本体 并不是那么了解 他们怕说来的人多了 我们台湾自己人都照顾不来了 你们还照顾这种难民 这个等等 还有我们自己负担全民健保啊 你当用到自己人啊 那另外说 咱们不去找其他国家 那最后就是说 累死医疗人员啊 等等 那当然还有说 WHA都进不去了 WHO跟联合国其他的 这个相关的组织 也不承认我们 那我们做这有什么 有什么 那个什么用嘛 那我们是帮澳洲擦屁股吗 澳洲的事情 那推给我们台湾 等等 那所以您看到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负面情绪 往往不是 不一定是针对这个事件本身 而是有其他的 我们平常对我们国内的医疗体系 有一些这个存疑嘛 是不是 其实这件事情 骂外交部 其实真的是冤枉 那网友们的这些批评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健康医疗状况 确实非常糟糕 各大医院呢 所有的医疗人员 几乎都在过劳 然后呢 每个急诊部 人都人满为患 大家要看病 其实都越来越辛苦 越来越困难 这个是事实 那我们的健保钱不够 未来要年年都要涨价 这个事情也是事实 大家也都已经都 越来越清楚了 那很明显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出了问题 否则假设今天我们的健康医疗 没有这么糟糕的话 外交部会对其他国家伸出援手 有什么不对 而放台十几个人 这个完全正确 但是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医疗状况 确实是有问题 那这个大问题就出在说 台湾不健康的人太多了 我们的健康医疗资源 没有花在刀口上 没有让大家更健康 更少生病 今天最理想的状况 应该是台湾的医学中心 其实医师的工作量 要比现在少一半以上 那大家其实都还有能量 都还有能量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可以帮忙 邻近的新南向的 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诺鲁共和国 澳洲有需要 我们也可以协助 这个是我们多余的能量 可是为什么现在不可能 因为他们多太累了 那为什么他们太累了 因为大家生病的人太多了 那为什么生病的人太多了 因为大家无理好健康 因为大家吃太多 大家糖尿病 引发的病发症 心肌梗 在找脑中风 这癌症一段不断发生 都没有办法早期拆检 因为我们前面这一些 未健康把关的工作 做得太差了 所以最后面负担 最后一线重症医疗的 医学中心跟大医院就不太 我们有一万多家诊所 可是这一万多家诊所的医师 就是我们能不能一起来 为整个全体国民的健康把关 都不是看病 对不对 我们来为全体国民的慢性病 好好控制 有了高血压 有了糖尿病 有了金光炎 有了这一些会让 自命或者是身体发生 很严重的伤害 让你失能的这些问题 都能够好好被控制 不要发生 这个是我们一万多位 基层的诊所地区医院 他们可以做的事 但是现在其实很遗憾 大家在看病 对王医师 其实我们总结 其实我们自己的国人 有时候他们自己 如果有病的话 或者是他们担心有病的话 他们往往觉得说 在我们台湾的医疗体制下 我们会不会成为医疗难民 就是我们也有难民情结 那就是说我们自顾无暇了 我们还接受其他的难民 然后他们可能对数字 对金钱 到底从哪边出 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一看到这个新闻 哇 难民是不是要涌入我们台湾 或许有这样的一个 心态存在 所以这也难免 所以王医师后面讲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自己先解决 这也是必须要 并行不备的 那我们基于人道的立场 我们人道精神 我们也必须要发挥 不过十来人而已 前是澳洲政府出的 是吧 那因为我们并没有签 所谓的 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 叫难民地位公约 我们不是签署国 所以难民无法在我们台湾身体庇护 这也就是因为澳洲政府 他们想到这一点 那我们又是跟诺鲁是邦交国 而他们的难民中心 设在诺鲁 这环环相扣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功德 是不是可以慢慢地 往WHA迈进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用心 今天非常感谢台大医学院的教授 王明俊跟我们连线 谢谢王医师 谢谢 而王医师在我们礼拜五 还有一个专栏 我们也跟他救教医疗方面的问题 也欢迎您准时收听 谢谢王医师 谢谢 我们这个接下来 也是探讨相关的 跟您切身相关的 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们邀请的 而且是很难得邀请到的 我们的奥运国手 这个季政女士 她来献身说话 我们休息一下这种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我们邀请的是 财团法人希望基金会 中华健康生活与运动协会的 董事长季政 也是我们的奥运国手 飞月的林洋 季姐你好 太兴奋了吧 关琴好 还有空中的天众朋友大家好 对 哇 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很久没见面了 对 而且季姐永远是数十年如一日啊 你看她永远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个样子 没什么大便 喜欢不喜欢 就是这个样子 联名在她的脸上并没有磕痕 哈哈哈哈 两个大酒窝 你还是那个样子笑咪咪的 所以季姐 你可能很意外吧 我是看到有关的新闻 所以我邀请你 但是我们今天无话不谈了 OK好 本来想跟你再谈一下傅大哥 他的离世嘛 对 但我觉得我们放在心里 永远怀念他 那今天就是我们前面刚好连线也是有关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议题 那我是看到媒体报导说你半年瘦了20公斤啊 对 那意味着你先前是几公斤 我曾经胖到78公斤 嗯 对 然后你知道我的故事是什么吗 嗯嗯 记不记得那个白冰冰 冰冰姐 那冰冰那个时候他的小燕的事情嘛 是是 对 小燕的事情那时候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他当然是非常难过 因为发生的那一年呢 刚好是在日本 日本的长野 嗯 有个冬季奥运会 嗯 那结果那个冰冰啊 他所表现出来的哦 就是他非常勇敢 嗯 所以因此呢 这个主办的单位哦 其实就赞助的单位了 就是可口可乐 嗯 对 他们就选择了他 嗯 他选择几个 除了他之外 还有几个 就到长野了 去跑圣火 嗯 对 那你冰冰姐是很会跳舞 很会唱歌的哦 嗯 可是要他跑还真的不容易哦 对 所以呢 他们就找了我 嗯 当他的教练 嗯 对 哦 后来 当了教练之后呢 有一天哦 就是要验收 验收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在 呃 就是我们的 东华北路的体育场 田径场 田径场 嗯 对 那 那结果我们就在运动场里面跑 好不好 可是跑的时候 其实我平常很少在 那个时段 嗯 回家去看这个 呃 电视的新闻报道 嗯 对 可是那时候我刚好回去的 回去的时候 我打开 哦 嗯 哎 既然 在电视上面看到我跟冰冰 哦 两个 而且真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呢 他既然拍了我的背后的 我的背影 嗯 那我一看我的背影 天啊 我的臀部竟然这么大 哈哈哈哈 嗯 对 那我看的时候 我说糟糕 我说 假如我会看到的话呢 那 同一个时候 在看这个电视节目的 新闻节目的报道的呢 也应该会看到 嗯 他们一定会想说 哇 怎么继承的臀部这么大呀 嗯 被想象对了 是吧 哈哈 那就 结果 就那个时候 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下定决心 嗯 我一定要减肥 嗯 然后呢 减肥的结果呢 我这个啊 前面的 好像是两个月吧 嗯 我就减了十公斤 两个 两个月就减十公斤 对我就减了十公斤 嗯 然后再来呢 就是半年 我就减了 因为 你减的 你减的 你越来要减肥的话 就越来越不容易 对对对 前面容易啊 后面不容易 那结果是 我六个月的时候 半年啊 就减了二十公斤 是总计吗 对 总计啊 总计二十公斤 总计二十公斤 嗯 对啊 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耶 超开心的 那你原从哪几公斤 变成几公斤 嗯 从 七十八公斤 嗯 减到五十八公斤 哇 可是你 多高啊 你很高啊 我 其实我 现在是一百七十公斤了 哦 一百七十公分 一百七十公分 嗯 对对对 然后呢 我曾经是一百七十二公 一百七十五公分 啊 轻轻啊 轻轻啊 嗯 是因为 我有那个 因为我在当地委当的三任九年嘛 是 是 那我就拿的很重的 而且那个时候是单肩的 嗯 哇 很重的 的那个东西啊 非常重 嗯 OK 所以我就有一点那个脊椎的这个侧弯 嗯 那脊椎的侧弯的话 当然就是 变成我的 这个身高 就会减了一点 也还不错啦 还才两公分而已 那以我现在这种年纪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有骨质疏松 嗯 骨质疏松的结果呢 老师长 你一定会 嗯 那个身高一定会 呃 哀了蛮多的 是 那我觉得只有 两公分 嗯 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很不错 那你有本钱啊 再怎么钱都没有 这个跌破一百七啊 鸡姐 你是我们的奥运国手 对 你那时候获奖的时候 呃 奔驰在沉浸场上的时候 呃 我再加一句哦 你不要生气哦 就年纪的时候 没关系 最完美的时候 你的体态最完美的时候 你认为最标准的那个 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维持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在当选手的时候 在 在那个 国际间在参加 在比赛的时候 那那个 那时候我身高是175公分 嗯 那我的体重是差不多 60公斤左右 是教练希望你们维持在 什么样的标准上面 没有 嗯 嗯 我最主要的食物的话呢 因为我每天一定要吃那个 一定要喝牛奶 牛奶 对 然后我基本上呢 因为 对于我来讲的话呢 那个均衡的营养是哪些东西啊 对你 呃 碳水化合物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蛋白质啊 嗯 那这些东西 还有很重要的 嗯 你的那个维生素 嗯 维生素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呢 一定要 那个吃 那时候是他们那个职业选手在吃的那个 嗯 那是就说因为你的运动量很大 嗯 所以呢你的维生素是一定要足够的哦 嗯 所以那个是我必须 我必须要要吃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好 那我们这种东西来了 嗯 我刚刚问的是说 当季症那时候飞跃的领样的时候 怎么飞起来的哦 那怎么飞跃在这个 我们讲跑道上面哦 跟跟跟那时候他维持他很好的一个健康状况 跟身身体的一个状况 体态都有关系哦 那是选手 那这一次你怎么样做到的 就是说 一下子半年减了20公斤 而且我们常看到很多很多名人的例子 有时候当然 他用太激烈的手法 我们也不能够在广播里面多做介绍 嗯 那季姐你是用什么方法 你可以跟我们听众 我以为代表吗 嗯 其实哈 像我们学过营养学的 嗯 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要减肥的话 或是减重的话呢 其实只有两件事情 嗯 一个 就是 push the table away 嗯 要把你那个餐桌哦 嗯 要推得远远的哦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饮食 你一定要节制 嗯 好再来 然后再来就是exercise 嗯 那就是要运动 嗯 所以呢 我就 我既然知道要如何减重 然后我又过重78公斤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我就 我想 我很坚持 非常坚持 就是呢 我很节制的吃 嗯 甚至于的 我还曾经 因为有一个机缘 看到一个照片 嗯 我既然看了照片呢 那天晚上之后呢 我就不敢吃肉 哦 所以呢 我就吃素 嗯 那吃素的话里面 我又很喜欢吃坚果 所以那个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以营养来讲的话呢 然后我又很喜欢喝豆浆哦 嗯 这些都没有问题 嗯 然后我很认真的 嗯 做操 嗯 做运动 嗯 我在我家呢 有一个跑步机 嗯 可是 在那个跑步机 那个之前 我一定做操 我做的操都30分钟的操 嗯 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 仰慕起坐啊 这种种的 就是 可以让你让 就是可以让自己身体 可以柔软的这些操 我都会做 玩的时候呢 我就在跑步机上面 我就先跑 用慢跑 慢跑的 10分钟 嗯 10分钟 10分钟之后呢 嗯 我就有50分钟 就有时候总共加起来是一个小时嘛 嗯 50分钟 我就在跑步机上面 快走 嗯 我sit 我就调到 每一个小时 嗯 我可以走7公里 嗯 那这是很快的 很快的 对 哦 我就在那边 也是快走 嗯 对 就非常快的 这种快走 嗯 所以我就在跑步机上面 对 慢跑 嗯 加上快走 一个小时 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认真到什么程度呢 我认真到 要去比赛的程度 不是 不是不是 我 我记得过一年 我帮我一个朋友啊 在台中 他在选台中的市议员 哈 那我就去当他的 呃 类似总干事 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 我每每天啊 我就第一班飞机啊 就到台中 那时候 台中的水南机场嘛 对 还有 对 对 到那边去 然后最后一班飞机 我再回来 我就陪他 去那个拜票 嗯 走路的去拜票啊 嗯 即使我已经走路已经走 绝对走够了 嗯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为了要求心安 为了不让自己 因为回来没有那个 在跑步机上面 在运动 对 养成习惯 那就不好了 嗯 所以呢 我照样的 我很累哦 嗯 我照样在跑步机上面啊 就坐一个小时 嗯 甚至于我累到 我趴在那个 那个 那个 板子上面 对啊 板子上面 可是 我的那个脚还在动 那不会很危险吗 很危险啊 不会不会 对啊 就这样子 嗯 所以你看我有多认真 嗯 我有多执着 嗯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有 有这个体重过重的 好 那你 嗯 我想 我们常常讲 有嫌更 有嫌真好 嗯 有 有钱真好 嗯 有嫌更好 嗯 有健康才是宝 嗯 我跟你讲 任何的 任何年纪 哦 为了自己的健康 嗯 而开始运动 嗯 永远不嫌 不嫌 吃 好 我们先聊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广告 我们等一下来看 就说胖有什么坏处 OK 对不对 呃 在身上应该会有一些警铃 想起来 对不对 对呀 对呀 那我现在我跟 各位听众 听好了 我现在这个公布我的秘密啊 我年龄长讲 我现在胖到什么地步 你们知道吗 我都怀疑那个磅秤是坏的 我已经67.7公斤了 我即将要卖住七字头了 所以我们要学学人家 怎么样有毅力 对不对 我有去跑步 我们家那个社区就有个跑步机啊 嗯 跑不下来啊 跑过两天又休息了 这就是麻烦的事情 我们学习要见到 马上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飞瑞的林阳季镇 季姐 刚刚我们聊到了 就是说 您现在就是说 勤于运动 对你来讲不成问题 而且运动员体力 毅力都很惊人 那持之以恒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时候 是为什么胖到78公斤啊 没讲错吧 因为我很喜欢 对没有错 78公斤吧 其实我很爱吃 我非常爱吃 可是我的爱吃的程度啊 举个例子 我非常喜欢吃肥肉 越肥的越好 像那个鸡肉啊 鸡肉那个鸡胸肉 我是最不喜欢吃的 因为它是瘦的嘛 对啊 那我喜欢吃的 我曾经很喜欢吃那个鸡屁股 嗯 我一次可以吃两三串 哪边肥哪边油 你就往那边去 对对对 鸡皮一定吃 一定吃 我跟你讲 一定吃 然后再来呢 我喜欢吃超甜的 嗯 很多人觉得说 他们一吃的时候 哎呦这个好甜啊 我吃起来 哎呦这一点都不甜 一点都不甜 再加 对对对 我喜欢吃超甜的 嗯 再来 我喜欢吃超咸的 哦 重口味 我是非常重口味的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 我很喜欢吃豆腐乳 嗯 那豆腐乳 都要一块豆腐乳 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它可以吃好几天 嗯 嗯 那我呢 是我去蒸一个白饱头 嗯 把饱头蒸好的时候呢 打开分成一半 嗯 然后呢 我就把一块 嗯 豆腐乳呢 就在上面磨 然后加加 你知道多好吃啊 哎呦 超好吃的 配白饭也很下饭啊 对啊 那你想想看 我怎么可能会不胖嘛 嗯 然后再加上 就是说我 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我就因为 老实讲 我做工作 无论是 当年我在田径学会 嗯 做16年的田径学会的工作 嗯 我12年是总干事 就现在所谓的秘书长啦 那4年我是 这个理事长 然后在这个当 当那个立法委员的时候 其实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 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非常非常认真 对 所以因此呢 就变成 就是我这个运动的机会 就比较少了一点 嗯 跟以前比起来的话 就比较少了一点 嗯 再加上 我又爱吃 嗯 对 我胃口真的很好耶 那这戒不了的啊 那非常好 很大的诱因啊 对啊 所以你想想看 不胖才奇怪呢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用靠什么方法 把那个 譬如说 现在夏季到了 我喜欢吃那个四果冰啊 创冰啊 那个黑糖 我就是跟你一样 爱吃甜的 这个老板想 再抱我猜一点 对 这个口语 很难去禁绝吧 嗯 其实刚才我有谈 一开始的时候 有谈过嘛 就是那个 呃 要减 要减肥 要减肥的时候 就要把那个table push away嘛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 基本上 理论文都很清楚 嗯 像就是说 你要如何 去执行 嗯 这个才是不容易的 嗯 对啊 嗯 那你做到了 就是我做到了 你做到了 那我做到的话呢 其实里面很重要 你知道吗 关琪你知道 我现在很认真在推什么吗 什么 说 我从2002年开始 嗯 就很认真在推 每日一万步 嗯 健康有保固的 健走的活动 这要请教你这个部分 除了你刚刚那个 在跑步机上 那些运动之外 嗯 还有 仰卧起坐 各方面的体操之外 这个很重要 我看很多人 现代人哦 对 手上都挂一个 记不起耶 对呀 而且还跟那个 云端 嗯 那个接连哦 甚至有的还加入族群 嗯 互相鼓励啊 那一整套是什么 我们要 真的要 走路 那你说台北车水马龙的 我又大包小包 你说怎么走 一定要拨个时间 或是说 你建议我们这些上班族怎么做 其实是这样子 对 对 关琴我给你 我现在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是因为我很喜欢走路 那走路是什么呢 走路就是说 啊 当你能够走路的话 你就不要坐车 嗯 OK 能爬楼梯 你就不要坐电梯 嗯 你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呢 老实讲 任何距离 嗯 你都不是距离 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 我要来 这个 我们录音阶 电台 对 之前 我是停在 我看我的那个 啊 那个 那个 那个meter 嗯 对 是我要走 1.3公里 嗯 我停在 在几栏路那边 哦 对对对 那我就不发 因为第一个 我有足够的时间 是 所以呢 1.3公里呢 对我来讲 它不是一个距离 嗯 我很高兴 我就告诉我自己 你看 我有这机会 可以运动了 嗯 可以走路了 嗯 OK 那 梅利万步 它是什么呢 其实啊 发明这个 日行万步的 这个人呢 是 啊 一个日本的 一个教授 他叫 波多也一郎 叫 达特哈塔罗 呃 教授啊 那他是有经过 啊 好几年的 这个研究之后 而提出来 日行万步的 嗯 那 他提出来的 他就是讲 他说 啊 日行万步是什么 就是 啊 那叫什么啊 嗯 嗯 啊 有意识 嗯 加上无意识的 合起来 就是一万步就好 但是你一定要 像我带的是一个很传统的肌部 肌部器在这里 啊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有很多 就带着那个手 对 你是带着腰剂的 嗯 对 我是带腰剂 对 这是很传统的 嗯 是最传统的 是 但是还有手机 手机也可以 都可以 对对 那这个呢 就是他所谓 有意识跟无意识 就是说 有意识就是说 你每天 嗯 你在你的 日常生活里面 嗯 你规划出 那个特别的时间 你要去见走 嗯 这叫有意识 那无意识呢 就是 你呢 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你是必须要走路的 嗯 必须要用走路 才可以去完成的 嗯 你就是要想要开车 嗯 你要坐摩托车 你都不可能去完成 嗯 所以这个叫无意识 所以有意识 加上无意识 嗯 然后能够一万步呢 嗯 这个就及格了 嗯 对 那我们还有一句话呢 嗯 就是 每日一万步 健康有保固 嗯 身体机能要维护 嗯 不能少于五千步 哦 对 理想目标是一天一万步 对 但是 你给自己一个 再低标吧 那就五千步 对 至少要逼你自己做到 对对 是不是 对 那你看 有意识 加上无意识的话呢 你要 不可能达到五千步的话呢 嗯 也不太可能啊 嗯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财松林教授嘛 对财松林教授 他有名的那个 白头发 的会计 对 对 有名的那个 统计的统计的专家嘛 对 你知道吗 他曾经跟我讲哦 他也是我们 呃 希望基金会在推这个 建筹里面的 呃 顾问啦 嗯 他就讲 他说 他说 激震啊 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点 他激震啊 他说你知道吗 嗯 他说哈 他说哈 在所有台湾的大专院校里面的董事长哦 嗯 这个唯一啊 不用自己董事长的这个轿车的 他说他一定是唯一的一位 嗯 他到哪里去 他都是用走路的 嗯 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长辈哦 嗯 然后他自己本身 他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实践者 嗯 然后他又愿意来当我们的这个基金会的 嗯 这个顾问 另外一个就曾经是王平的董事长的 嗯 戴胜义 戴胜义 哦 戴胜义 你知道吗 我们称他是 呃 台湾的这个 呃 应该是旅游 戴走的一个 呃 戴走之师啦 嗯 其实我本来是 要称呼他 他是 呃 我们 台湾的 戴走的这个 呃 什么 仙师啊 什么 仙区 对 仙师 仙师啊 对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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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这样子的 对 已经到达了这种这种基地步了 对对对 哦 他真的很棒 嗯 他就讲 他说 季节啊 不行啊 他说是 已经在祝古的人了 才可以叫做 叫神叫神 对对对对对 他说你就叫我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台湾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 健走的这个 这个 知识 这样就好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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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他超爱走的 他爱走到什么程度啊 这是他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他也经常去演讲的时候 分享这个部分 嗯 他甚至于就是说 他在那个飞机上 他经常会出国嘛 对 在飞机上的时候 你知道他吗 他会在那个走道上面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 那个也算 对啊也算 因为你你会做 你坐到飞机上坐很久嘛 对 他就利用这样的时间 这样 这样走来走去的 你知道那个 stuart 应该讲 空姐 空姐 还有空少 他们觉得莫名奇怪 你干嘛这样子 这样走来走去的 他说我在运动 嗯 你看 他是多么好的榜样 即使在坐飞机的时候呢 他都不愿意在 被绑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静静的 嗯 他也在那里走 所以呢 养成这种习惯 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举个例子 譬如说 我假如是说 我出国 然后到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城市 要转机啦 嗯 要转机的时候呢 你有时候转机 要等很久呢 嗯 你知道吗 我就把我的 我的那个 背包的行李 我就放在 因为你一定可以拿到 可以推的 那个推车嘛 是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个飞机场里面 看时间都多挂 嗯 时间多的话 我就可以绕了好几圈 就顺着推 对对 你看 所以我觉得 当一个人在乎 你的这个健康的话 你真的就要把握住机会 嗯 随时要运动 我想听过季姐这一段谈话 我觉得我自己要做几个改革 哦 就是说先把测背包 那个对我们长期的 你要不要把就参肩的 我先把它要改啦 我家里有背包 我想说刚刚在听的过程上 我想说那个大背包只有出国用 我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平常把资料塞到那里面 对 用背包 对不对 那也不要再提一个像那个手提包了 所以那个女生常提的这个手提包了 我就把通通简化把它放到这个背包里面 嗯嗯嗯 对穿个布鞋 今天是可以的 今天是可以的 OK的 几个 让再去买一个寄不寄 那我们社区也有所谓的那个健身房 嗯嗯 所以这个要做到 然后寄口 对不对 对 不要吃太甜哦 至少做 不要吃淀粉 是啊 不要 少吃淀粉 少吃淀粉 少吃减量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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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等一下在精致的一个评论 我们请这个季正 季姐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现在身体会有一些 不如当年嘛 毕竟是年纪大了哦 有时候要注意哦 我们先下马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专访的是季正 季姐 怎么样走才健康呢 嗯 其实哈 那个 走路哈 嗯 我们有个口诀 嗯 那我们在这个 送鸡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哦 啊 准备好了吗 嗯 我来讲这个口诀 你要照着这个口诀做的话呢 那绝对就没有错哦 来 诸位听哦 抬头挺胸 说小腹 嗯 拴手 帷幄 放腰部 自然 摆动 肩 放松 脉开脚 不 向前 走 嗯 我听到了吗 嗯 听到 我再说一次好不好 抬头挺胸 缩小腹 拴手 帷幄 翻腰部 自然 摆动 肩 放松 迈开 脚步 向前 走 嗯 那其实 哦 啊 健走 他是在 1992年的时候 被世界 卫生 组织 向全世界 公布 嗯 世界上最完美的运动 就是健走运动 嗯 就是走路的运动 嗯 OK 嗯 那 走路呢 他绝对 是运动嘛 对 运动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 嗯 就是要维护 个人的身体的健康 嗯 健走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运动的好处是什么 小肢可以抗感冒 嗯 这个包括一般的感冒 嗯 包括流行性的感冒 嗯 要得到都不容易 就少病了 哦 对 然后大致 可以预防癌症 嗯 那这个呢 其实 我下面还有两点 其实这总共四点呢 都是 这个 啊 医学的研究 所给我们大家的报告 嗯 第三点是什么 运动的好处呢 可以让一个人 老得比较慢 是 然后呢 要活得比较长 嗯 那老得比较慢就是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住嘛 嗯 对哦 所以你看 运动的好处可以让一个人 青春永住 的确 然后呢 活得比较长 就是我们也希望 都能够健康哦 嗯 健康 然后可以长命百岁 嗯 你想想看 嗯 这么简单的运动 尤其是 健走的运动呢 你看 就可以让我们得到 刚才我所提起的 这么多好处 这么多的好处 谢谢 那你本身呢 你产后 本来有这个尿失禁的状况 后来也不要而愈了 是吧 而且我是减肥之后 减肥 减肥之后 那因为我们更年期 嗯 之后 我我自己发现 我有几个症状 有时候尿不准 嗯 它会沿着这个 脚的地方 就会滑下来 哎 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 公共场所 我们不太会去做 嗯 有时候抬起来一下 然后他就这样 那或者说 比较不能够憋尿 嗯 就是忍不住 或者有时候 打羽毛球 哇 一打 哇 哦哦哦 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哈 哈 自己知道 哈 那姬姐 你有这方面的毛病 后来发现 经过减肥 呃 有时候 嗯 其实哈 哦 我真的 我很喜欢分享 嗯 那个啊 就是我这个减肥的 这个效果 不是包括我曾经 因为尿失 啊 因为尿失禁 就是我产后的尿失禁 哦 啊 这么多年没好 对 真的很久没有好 那因为呢 我的大女儿的干妈 嗯 那时候是 他是在美国啦 哦 他是四分之一华人 嗯 他是胡太太 嗯 他就跟我讲哦 他说 记证啊 你要享受 做母亲的 嗯 这个喜乐 对 嗯 你就要忍受 尿失禁的痛苦 嗯 所以呢 我听他这么一讲的时候 总觉得说 哇 原来尿失禁是你产后 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嗯 结果 老实讲 当我在减肥之后呢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尿失禁不见了 嗯 后来我就请教我的 那个啊 医生朋友啊 嗯 他怎么讲吗 他说记证啊 你之前78公斤 嗯 嗯 你减肥之后呢 只剩下58公斤 58公斤呢 你应该就是 曾经拥有的那些肥肉 嗯 都没有了 所以呢 因此呢 你减肥之后 结果 你 很重很重的时候的那种 嗯 对那个旁观的压力哦 嗯 就减少了 你讲就是说我们 嗯 有小肚嘛 对啊 肚子越来越大了 我现在大概有 五个月了 哈哈哈哈 就会压迫膀胀 对啊 就减少对啊 就减少了哈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谈到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次哦 我告诉你 我在那个啊 在国父纪念馆 嗯 我在那边走路 国父纪念馆是很宽嘛 很棒嘛 而且那个风景也很好 我就在那边走路哦 我走路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 一个中年人哦 呃 一个差不多 差不多六十岁左右的哦 他说 我们旁边根本没有任何人 嗯 他就 接近我 因为他认出我嘛 嗯 他说季小姐 他说听说你这个运动啊 就那个 尿失禁也没有的 我说对啊 嗯 你看 他就 因为我想很明显的 他本身应该有尿失禁的问题 嗯 但是旁边没有人哦 他也不敢很大声的跟我说 嗯 你看就这么好玩哦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尿失禁 在台湾的女性来讲的话 嗯 应该为数不少 嗯 但是很多人呢 都不敢 难以及时也不知道怎么方法 不像我们大辣辣的 我们公开在广播上面讲啊 是吧 我们很 啊 啊 对啊 所以我真的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其实哦 就每个人都有状况 嗯 我们算像网路 大家常用FB 很多资讯 对不对 对 可是有时候你不敢确定 网路很各式各样的讯息都有的 对啊 所以今天季姐来现身说法 呃 非常好 其实也不用另于把你的困扰哦 就是说除了自己找资讯或听广播 这不用把你的这个所谓的顾及啦 或者说你自己羞愈其口的状况 跟朋友聊一聊 搞不好朋友也会给你一些资讯 不然最健康的方法就是找医生 哦 对不对 那季姐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哈 就是说 当然你刚提到就是说 有一份这个研究报告 就是美国癌症研究所 他们说 这个走路能降低13种癌症的风险 包括大肠癌乳癌肝癌 子宫内膜癌 呃 这也是季正姐她所跟媒体公布的比较正式的一个版本 就是说用步数计算 每天累积走一万步 这是刚刚她所讲的 那用时间计算 每周走150分钟啊 季姐 这个每周 每周去计时这个 怎么怎么 没有其实哈 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要问我的话 因为其实运动是一种习惯 然后呢 你养成习惯之后呢 你就这个习惯要破除就比较不容易 嗯 所以这个习惯的养成呢 最好是每天 最好是每天 对啊 不是每日一万步吗 如果拉长到每周的话 就变成说你可能三天不余两天晒 对对对 所以说我是希望是 大家养成习惯之后是每天都要运动 不要什么一周 多少分钟啊 对因为曾经是有所谓这个333的 是 这样的一个一个书法 就一天要 一周啊 要运动三天 然后每次要30分钟 然后让自己的那个 这个脉搏 达到130这种种 但是我还是要要呼吁了 对我们说 前面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啦 对为了爱自己 我跟你讲 这是把健康送给送给自己 嗯 就是呢 每天都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因为我们还剩下大概 呃 时间其实已经到 我很快念一下 就是说穿宽松舒适的 呃 或者是更胜一筹 就是能够排汗的衣服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 对运动的时候 防风防雨防蚊最好 对 那健走的鞋子 比平常鞋子要稍微大一点 因为走以后脚会脏 对 所以鞋跟最好有避震垫 那第三个穿棉子 较厚的袜子 比较能够保护脚 对 然后也可以吸收 也可以吸收这个汗 对 这个第四个戴帽子 呃 夏天要防晒 冬天遇寒 随身带一瓶水跟毛巾 很重要 今天非常感谢 毛巾你要擦汗啦 对对对 呃 没想到我这个时间过这么快 谢谢您带来宝贵的经验 跟这个建议 拜拜 祝大家健康快乐平安 好 那我们先呃 第一个小时到这